詞曲 李宗盛 《珊瑚 》 那我要是修這個病例的話 有甚麼方法 如果要入正定的話 最快的就是 如果你修六度也可以 不是直接潤入 經濟產品 修六度就不是直接 你覺得 你很多女人 而且这个慈悲心啊 精进心什么也生不起来 那就修布施 修布施啊 忍辱这些东西 来去领及驾行 就是说你的质量倒不够 就是说你觉得自己心没力量 就是这种成道之心不那么具足 而且一遇到女 而且逆缘也很多 一小成人 那你就做驾行 多做一些善行 去完善它 如果你觉得你足够了 而且也很亲近 但是呢 正地一直定不了嘛 一直入不了定的话 那你就是介余不够 就说你很想成道 但是身边也很多住院也行 家里也没有去拦你啊 家里很支持你 身边也没有什么 但是自己就是很散乱 散乱就是 欲望也不是很强烈 就是说欲望指的是说 我也不会拍比想买一个宝马 我也不会拍比想住别墅 我对这些世俗的这些东西 没有特强烈的那种拍员 就想要 很想要 很渴望 但是就是也全心全意想修行 就是简单一点的生活 我也能 我觉得很开心 那这种是修道人的 其实这个基本的就差不多了 但是我也缺席缺席打坐了 但还是很散了 那你是介余 那你就破情职 这就是最快的入定了嘛 情职一个是生理的 一个是心理的 包括亲情友情爱情 这是出三界 因为三界就是有情世界 你的世界 你的情职不尽 你的生情你就不会清净 就轰卓 轰卓就入不了镇定 这是没办法 因为我们是人力 人力就有这些特性 但是心性上这个破于不 这个因为他们的夫妻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说让我说这些说爱 就是说你们出家去吧 你们去 不是这样的爱 是心性上 但是其实真正的爱 如果是 如果夫妻相爱 我觉得 当一个人内心真的把那个一念银心破尽的话 爱才会有恨 否则你一定会 一请别人 真的很 几乎很有可能 既然身边出现其他诱惑 你一定会搏斗心 因为你活在幻境里 你定不住的 就算是你有责任感去强迫自己说 我跟我的妻子 丈夫 我应该爱她 或者是 白头到了我已经好多年了结婚 我说我应该爱她 应该 这应该跟 跟如如不动的心 那是两码事 但是如果你那个银心已经没有了 好 如果你一旦娶结了婚 你娶了她 一旦你说我要爱她 那就完了动都不动 你也不是 不会搏斗 会有横到你们的爱情 反而是这样 但很多人以为那样就没情没意了 不是 是把那个银破尽 切出破男女相开始 就是平等性 慈悲性开始 这个是入正定最快 成道最快的 如果这一点破尽 其他的总会遇到有缘的时候 是没有波动 就是说没那么快 所以在家里我 我这也就是第一看经典第二短期的闭关 就是齐切齐切地修短期里去 然后呢去照顾家人啊 做功德 就是修布施 修菩萨道 就是回到家也能够照顾丈夫妻子 就进家里的义务啊 笑道 我这要修 比在家人比较适合 但出家人呢就是立马死了 出家人不来也没有家庭了嘛 那就他就会全身心介绍 寻寻寻寻寻寻寻 不饿 饮食上的就算酒啊 这些刺激性的这个抽酒蒜啊 有些东西反正尽量也不要吃 但我们中国 中国其实这个也不多 我们饭里边很少的那些抽酒蒜 有刺激性的 因为像中国的饭菜里边香料不多 印度当时的香料多嘛 你们吃过印度菜 印度菜很多香料的 所以佛在这个戒律里边 他觉得那对香料 对生情的气影响 他定不住 他那个气就上了 就是又花了很快 而且心花已经新 就是所以定不 所以无法入正定啊 所以这个时候 我就说不要吃那些东西 但中国其实中国 是菜里边不多 没有太多香料 就是还是影响 修行的影响最多的还是情感 就亲情有情爱情这些方面 这就是很多人修了很多年 其实因为那一念的心没精 所以一直没有功夫神通的原因 出头小味就是跟我妈的关系 就是跟家里人的关系 很不容易 嗯 现在也知道 就想着办法看看 怎么去把这一块儿 弥补好一点 也还没办法 弥补是弥补 怎么弥补呢 有时候沟通吧 就是 沟通能沟通就沟通 沟通不了就放在那 修学人 你不可能在你没成就以前 希望别人都能理解你 我不是希望别人 我就通过教育改变分析自己的事 你也可以 慈悲呗 慈悲宽容忍辱 这都是修学道上都避避的武器 很难 是在赶紧这样走得快一点 挣功夫吧 有功夫就不难了 我不是跟你说 没功夫你就夹在出事入事中间了 有功夫就两边都是佛法 我刚刚就是你们 其实就要看看能言啊 能言经啊 金刚经啊 八华这些都经的看看 能言经次第讲得很透的 就是修得次第路上的风景讲得挺 我感觉你 我觉得这三步级你要是学透了 其实就是简单的修行路上的很多问题 自己的迷惑基本上没什么 没有太多迷惑 只是你走不走的问题 你愿意不愿意走 嗯 嗯 英国总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